它就是非常适合大干皮冬天来用 因为它是属于比较清爽的 像乳液的质地 然后它上脸会稍微泛一点油光 我在省上给大家试一下 就是它会滋润到泛油光 所以说不太建议混油或者油皮来入 我觉得你冬天入 你都会觉得它太滋润 你看它非常轻薄 这是我选防晒的非常重要一个原因 就是我要它轻薄 然后你们能看出来它会泛一些油光吗 就会太滋润一些 我觉得干皮冬天可以 夏天我觉得都会太滋润一些 欧莱雅的小金瓶呢 它其实跟戴科有一点像 都是那种轻薄 比较像乳液的质地 不同一点就是它的滋润度比较适中一点 没有戴科这么油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混油的话 冬天可以试试这个 它里面是有一点淡粉色的这个高提 你看它也非常好推开 这两个都很像乳液 它推开之后呢 比较轻薄 大家看一下它不是很泛油光 是属于滋润度比较适中的 你摸着戴科会有一些粘腻的 也不是粘腻 就是太过于滋润的感觉 这边呢就还是比较清爽 摸着没有什么粘粘的感觉 再次里面等给它 是天然的 就像那种